今天这期视频我会跟各位分享 苹果发布会这个 这个 和这个镜头 因别是怎么做出来的 各位好 欢迎回到麦科技 我是张帅波 今天分享的第一个镜头 我之前在视频里也做过类似的 大家看出区别没有 苹果发布会里这个片段 没有像我视频里有很多克隆人 但是呢 翻面看你会发现 人物是慢慢出现的 其实这两个画面应用的技巧都类似 重复轨迹 重复轨迹怎么个重复法呢 我在三脚架上放了一个电动的云台 然后进入云台的APP里 设置运动的轨迹 接下来云台按照同样的速度 重复运进的轨迹进行拍摄 拍摄的时候尽量避免画面里曝光的变化 比如说尽量找云层变化比较小的时候 锁定手机的曝光 人的影子两次站位靠得不能太近 避免重叠 两个站位之间有硬性的线条 隔断最好 因为一旦前后两段视频画面里有变化 后期就很难匹配 拍完的素材如何把它们合成在一起呢 很简单 画遮罩 遮罩的基本原理 你可以理解为 把重复的轨迹里不同的画面抠出来 它是一个动态的抠图过程 遮罩在PR Final Card Pro和达芬奇里都有这个功能 接下来的技巧我还会用到遮罩 重复轨迹拍摄除了电动云台 很多三轴稳定器也可以做 手持能不能拍呢 如果你的手臂可以这样 那么问题不大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我拍摄的结果 第二个任一门转场镜头 其实就是画遮罩 这里呢我介绍一下具体的步骤 开 前期我们先拍一个穿越门的镜头 和另外一个室外的镜头 注意穿越门是往前推的镜头运动 第二个镜头也要以相同的速度往前推 然后进入软件 然后进入软件 我这里呢用Final Card Pro来演示 首先用绘制遮罩工具 给门以内的画面画遮罩 画完以后门就没有了 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 勾选反转遮罩 门就回来了 然后把第二个镜头拖到门下面 看一下 效果基本成型 接下来就是细条 第二步 因为我这里是从室内推向室外 相应要有一个调整光线和焦点的过程 开门的瞬间画面是爆掉的 门也会射焦 我们先给门加一个高丝模糊 设置一下关键帧 然后给室外画面开头 加白色画面 混合模式改为相加 设置透明度关键帧 OK 整个动画就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 第三个锁定对象 这种相机和手的运动完全同步的画面 非常有冲击底 苹果在之前的宣传视频里也用到过几次 那么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前期拍的时候要确定好锁定的对象 尽量让它处于画面的中心 构图尽量宽松一点 预留一些后期裁剪的空间 拍完以后进入编辑软件 这里我用的是达芬奇 其实用AE也能做 只不过是达芬奇里我感觉最好做 而且很免费 进入达芬奇创建时间线导入素材 切换到Furion特效界面 选中第一个节点 然后Shift加空格 调除选择工具窗口 输入跟踪 英文就是Track 添加 这时候画面上会出现一个绿色的跟踪窗口 点击 然后鼠标左键点击窗口的左上角 把它拖到需要跟踪的地方 稍微调一下窗口的大小 尽量让跟踪点更具体更明显 然后选择跟踪 注意这里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向前跟踪 从当前位置向前跟踪 停止跟踪 从当前位置向后跟踪 往后跟踪 这边的意思很明显 我这里直接点击向后跟踪 OK 跟踪完了 在操作窗口选择匹配运动Match Move 另外两个选项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学习一下 我就略过了 好 选择匹配运动之后 会出现这个窗口 最关键的一步来了 在Merge选项 也就是合并选项里有四个选择 我简单介绍一下前两个 我们最常用的选项 FG就是前景的意思 我们选择FG Only 加一个字幕上去 看一下效果 FG Only就是只有字幕 跟着跟踪点动 FG Over BG 就是我们常用的跟踪字幕 BG Only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看一下效果 其实就是让后景画面 跟着跟踪点动 跟踪完成以后 我们回到剪辑窗口 把画面放大 整个动画就完成了 看一下效果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类似的视频 请一键三连支持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就是我做出更多视频的动力 咱们下期视频见